南茅渡台风洗台 东半部地区的雨势相当惊人 光是宜兰 一天的累积雨量就上看300毫米 好雨更是影响了罗东夜市的生意 本来是非常热闹的礼拜天晚上 看不到几个游客 摊伤只好无奈的提早休息 雨下得好大 风也很强 连路都快要看不见了 撑着伞在雨里真的是举步伟奸 下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勤门大雨 这个雨几乎感觉像是 有点在喷下来一样 真的雨是非常的大 狂风豪雨就连记者也着架不住 雨是惊人 依然一天降雨300毫米 差一点就达到超大豪雨等级 未来三天山区总雨量 更上看1100毫米 差很多啦 今天都客人不敢出来 说台风要来三四天 台风怕台风 冷冷清清不得不早早 收摊 周日晚上原本热闹的罗洞夜市 也因为南马都来袭 侠带豪雨 大家都躲台风去了 根本没有游客上门 台风周末来捣乱 少钻一笔 真能让摊伤好无奈 周日新闻秋雨雄 范星云 SN小组宜兰 蔡姆岛 20日 6日 8日 4日 15日